你把一半的屁股搬開 等… 我是搬兩個 完全他就是搬兩個 後面 真的 你兩片夾到一起就搬 你兩片夾到 你有試過直接搬兩次嗎 搬兩片你不會有聲音 帥的抓出來的 男性在上班時間自衛 可提高工作效率 他在工作前做這件事情 專心 可以叫 為什麼知道 不是就會燒澡嗎 燒澡嗎 為什麼 你要丟掉 不是 你看我們剛剛休息室那邊一坨 我 下列關於放屁的知識 何者錯誤 錯誤 錯誤 你太強了吧 錯屁可以抗衰老 C 站著放屁聲音會比較大 只有一個錯誤 錯誤的 錯誤的 屁會從嘴巴出來 會這樣 會這樣 會變打嗝 請舉牌 這個應該有答案 有吧 1 2 3 請亮答案 應該大家答案都一樣 不可能是A吧 A 我覺得A應該是對的 為什麼 A對 因為就是說你一直憋屁 到時候是 打嗝 對 有可能 打嗝有屁味嗎 所以不能選A 打嗝出來那是屁嗎 嘴巴跟屁股不是同一個孔 怎麼可能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叫打嗝 一個叫嗝 一個叫屁 從嘴巴出來叫嗝 所以人家叫嗝 對 對 對 這個是一樣 不會 嗝嗝是 那嗝嗝 最後的排氣 最後一口氣 打嗝 打嗝或者排氣 所以才叫嗝屁 白雲哥 你看過這麼多的 我們走了以後的事情 那他是從嘴巴還是從屁股 其實我真的看過是 他有最後一口氣 會整個人會 嗚 嗚 就沒了 ABC哪一個是錯誤 請看 這個 對 對 真的 所以不要緊夾缸門口 如果聲音被丟出去 不管任何形式放屁 都會放很大聲 沒有 其實有一個方式 可以讓你屁變小聲 你把一半的屁股扳開 不是 我是搬兩個 完全他就是 後面的 真的 你兩片夾到一邊 沒有 你有試過直接搬兩次嗎 搬兩片 你不會有聲音 搬兩片 所以你最好搬一片 請問 下列關於男性下半身的敘述 何者錯誤 錯誤 A 早期用綁繩子 來測試男性乘搏線 要乘搏 要乘搏 B 大腦與睪丸 結構相似度極高 因此男人 真的會用下半身思考 真的 C 男性在上班時間智慧 可提高工作效率 這個好像有一點道理 有 在講過上班時間多 這麼突然嗎 等一下 你回來 等一下 回來 好 來 有香蕉 就選擇了C A 是錯誤 Timmy會不會擔心 要跟香蕉工作的時候做這件事 他在工作前做這件事情 他 他在工作 專心 會專心 會這樣 怎麼知道 好不知道 不是就燒澡嗎 燒澡嗎 燒澡嗎 衛生紙 你要丟掉 不是 等一下我們剛剛休息室那邊一坨 我 我的事都先別說了 很多學長他們就是說 上班之前 或者做事之前 如果過癮了一下 後面都很愛捆 那以後我們的暗號 妳在幹嘛 我在提高空就做 請看正解 是不對的 真的 這叫什麼貼郵票實驗 趁男生睡 趁男生睡覺的時候 把郵票放在陰莖上面 第二天如果發現郵票掉落 或是破裂 代表晚上有自然勃起 他是貼上去 勃起的時候 然後就把郵票撕掉 就會站好 拉開 撐開 撐開了 這個也滿瞎的 沒事幹嘛 要看有沒有自然勃起 對啊 所以C是對的 有七分之一的男性 七分之一的男性 就是說 每七位當中有一位 會在工作的時候自備 對 現場一定有 來 香蕉 我們現在提升工作效率 這我倒想知道 因為妳的工作那麼神聖 對 妳在工作的時候 妳要去接大體的時候 妳會先DIY一下 太可怕了吧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我們 待會兒要去鞠躬 我們先在家裡 不好意思 太下流了 太怪了吧 太怪了吧 太怪了 太怪了 趨勺 太怪了 太怪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